28. 戴公報 百餘鐵路項目未批覆先員工 2015年7月26日中國新聞A10 戴公報信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 24日,國家審計處發布6月份重大政策跟蹤審計結果公告 其列出的問題清單顯示 在鐵路建設項目變更設計環節 有109個項目的員工時間早於批覆時間 中國鐵路總公司的這一審批制度被指留於形式 今年6月,國家審計處共對29個省、區、市和36個中央部門和企業 在穩增長速改革條結構為民生防風險政策的措施落實情況進行跟蹤審計 共抽查料362個單位和258個建設項目 涉及投資額7149.06億元 人民幣、夏同、公告顯示 有7個部門和單位存在項目審批制度 簡證放權及涉企收費等方面落實中央政策要求不到位問題 其中,中國鐵路總公司變更設計審批效率不高 根據鐵路建設項目相關規定 類變更設計一般在30個工作日內完成批覆 需要補充材料的在其後20個工作日內連行批覆 此次審計對172個 類變更設計進行抽查發現 有142個批覆時間超過30個工作日 平均批覆時間為145天 其中超過180天的有38個 公告還指出 由於變更設計批覆不及時 對項目建設造成不利影響 如難如鐵路圖樹坪隧道 類變更設計2013年3月上報後 鐵總至今未正式批覆 本應於2010年員工的隧道目前仍在建設中 施工單位點資欠款達4.63億元 但與此同時 在變更設計中 環有109個項目員工時間早於批覆時間 審計處指近三成項目拖延此輪 跟蹤審計環重點關注水利、交通、 澎湖區改造等重大基礎設施審批建設情況 財政資金盤活和使用情況 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推進落實情況 以及政策落實中相關法規、制度障礙等方面情況 公告顯示 跟蹤審計抽查的258個建設項目中有69個項目 實施進度明顯滯後 佔比近三成 涉及項目投資1540.94億元 據分析,實施緩慢的主要原因包括 水利等建設項目審批前置事項多 時限不明確,實際審批周期較長 一些項目前期準備工作不充分 統籌協調不到位,實施面臨預期以外的困難較多 有的項目 引入合作方實力交易、社會投資不到位三方面 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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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項目